先把我們的熱情電話再給大家播一遍 626-585-1300 有位朋友跟我們留言了 他說他上個月就是寄了兩年這個綠卡 臨時綠卡轉時 十年綠卡的資料 他是不小心寄錯地址了 因為他現在住在紐約 然後之前在西岸的申請人是寄到這個Arizona 然後東岸又繼續去了德州 然後現在他發現他其實全部都寄到一個地方去了 UPS顯示的Trucking Number也都是寄到了Texas了 他想請問一下我們的專家 這種情況一片混亂的郵寄他應該怎麼做 要不然重新做呢 我們趕快請出好期聯合律師事務所的好期律師幫我們解答這個問題 好律師您好 早安 對 早安 您好 這種問題有兩個解決方式 第一個我建議他先去看看 因為通常這種申請都會寄一張支票 他去看看這張支票被移民局收取了沒有 如果已經收取了的話就說明他已經接受了 所以他就等待通知就可以了 如果說還沒有支票還沒有收取的話 那麼很可能就會到時候會退回來 所以如果寄錯地方的話 所以我建議他還是再寄一份 所以先看一下他的支票有沒有被cash 如果說沒有被cash的話就很有可能是有問題 反正寄錯了您剛才說會退回來對不對 那他這個時候就可以再寄一份去到這個正確的地址 是吧 對 對 對 好的 好 謝謝您的這個簡單明瞭的回答 我可以